他是一位西藏运输兵,军功章代表着他为祖国立下的汉马功劳,可他连自己的妻子难产死亡,都没来得及看上一眼,下跪,在妻儿的墓前下跪,男儿一跪仍英雄,这张拍摄于1992年的照片,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熟悉,主人功名叫张良善,当时他是一名西藏的运输兵,跪在了王七坟前,这张照片感动了无数人。 这幅名为英雄叹妻的照片,至今仍是中国军人家国天下,重情重义的形象代言,1992年,他和一个叫和贵吏的女子结婚了,可是新婚仅仅十天,部队就通知有新的任务安排,他是老司机,非他不可,他负责带着运输队,赶在大雪封山之前,把吉阳送到山上防守的战士那里,就这样他离开新婚妻子, 直到他接到妻子的来信,说妻子难产情况很危险,大车要五天才能走完的路程,他只用了一天一夜,赶到夜城时,命运带给他的全部是悲凉,孩子夭折,妻子因难产大出血不是身亡,然而妻子过世之后,他的妹妹又病故,老父亲受不了打击,哭瞎了双眼 从楼上掉下来,又把腿摔断了,连续的打击没有击倒这个陕西汉子,默默地承受这一切,战友们为了帮助张良善尽快从悲伤中走出来,开始帮他张罗着介绍对象,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武菊,第二年两人就结婚了,结婚后两人仍然是分多巨少,武菊 武菊剩下女儿一周后,张良善才赶回来,等下次再回家后,女儿已经八个月了,但是武菊依然默默地支撑起这个家,支持着丈夫,如今张良善已经官拜少将,但他每年都会去祭拜前妻,徒为张良善与现任妻子的合照